更令人遗憾的意外就是临天航空的直升机在进行电塔爱子清洗作业的时候 竟然意外的坠毁在新北市的泰山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今天飞安会回到了现场确认直升机坠毁的位置 并且也请来了上百顿的吊车将飞机的残骸吊起来 交通部长表示同机型的三架直升机现在都要先停飞进行调查 上百顿的大型吊车将破碎的直升机残骸缓缓吊起 机身内部残破不堪 直升机尽管蒙上一层灰 但编号B3-1127还隐约可见 只是如今已成一堆废铁 巨大的撞击力道让机体四分五裂 再次被吊起的是直升机的门和后尾 上头还可以看到临天两个大字 还有这个红白相间的直升机螺旋桨卡在树丛间 飞安会人员确定残骸的位置之后 以并带回分析 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现场的上方 大概有六十公尺的地方 还有一片有一段 有一段这个残骸是飞机属于飞机尾部的 那我们因为它现在是吊在树上 所以我们准备把它拿下来 那另外就在现场还有很多这个 断掉的那个电缆线 因为我们要为了修正 所以要把这个电缆线的剪下来 拿回我们的会员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工作 目前初步研判 残骸散步的范围大约五十公尺 当时是从七十公尺高的地方坠落 虽然飞安会完成了第一步的残骸定位 也找到飞行记录器 但由于直升机没有黑盒子 只能从操作手册 飞航记录 募集证人和民众提供的画面来分析 最快也要一个月鉴定报告才能出炉 临天航空公司虽有派人到场关系 但对于意外原因很低调 关于飞安调查事件 我们都不可以对外发表任何意见 善后的问题呢 我们会处理 会妥善的处理 临天航空成立于1994年 主要业务是山区吊挂 电塔爱子清洗 还曾协助导演齐柏林 拍摄纪录片看见台湾 但成立以来 已经发生四起重大意外 这回又造成两人伤亡 检察官到殡仪馆商宴 家属难掩被痛 对亲人的健康状况有信心 但依照飞安会的程序需求 必须对驾驶陈秀明的遗体解剖 确认有没有药物或其他生理因素造成 在意外原因没有厘清之前 临天同机型的三架贝尔206B型直升机 必须停飞 杜绝意外重演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